好的 主播 從監視器畫面上 您可以看到一條繁忙的街道上 有大量的車輛行駛經過 還有攤販在路邊擺攤 但突然間整條馬路發生大爆炸 所有的車輛被炸飛騰空好幾公尺高 街上民眾嚇壞馬上拔腿逃命 南非第一大臣約翰尼斯堡 一條四線道馬路 在十九號晚間的尖峰時刻 因為不明原因發生爆炸 各據網媒報導 最好這條路是通勤小巴士的交通標道 路旁兩側都有許多高樓建築 包含商店和住家 當局在爆炸現場搜救時 找到一具男性遺體 蒸起意外造成至少一死四十八傷 爆炸原因雖然還在調查當中 但當地官員懷疑 可能跟天然氣管線有關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